第348集 这是我表姐 在缴纳了保证金之后 莫小鱼拿到了两张拍卖会的邀请函 回到房间等待白鹿的通知 虽然知道白鹿是训练有素的特工人员 但是呢 他还是为他捏了一把汗 这个时候 响起了敲门声 莫小鱼以为是白鹿来了 通过猫眼一看 居然是蒋玉燃 稍微沉吟 还是开了门 这毕竟是人家订的房间 诶 蒋大哥 找我有事啊 莫小鱼问道 算不上什么事 哦 对了 你是和我一起进场啊 还是一个人去啊 蒋玉燃问道 我约了人了 可能要晚一会儿再进去 莫小鱼说道 那好吧 这是你的邀请函 英总搞到的 他知道你不参加敬买 所以呢 就多要了一份邀请函 蒋玉燃将一份邀请函递给了莫小鱼 莫小鱼一愣 没想到英康宁倒是细心啊 那我就谢谢了 那我们还是拍卖场见吧 莫小鱼说道 那好 不要晚了啊 里面还有人等你呢 蒋玉燃也不好问莫小鱼到底在等谁 而且呢 这事是英康宁一手操办的 不知道莫小鱼说的等人 是不是陈婉莹啊 因为昨天晚上的事 他看出来莫小鱼心里的抵触情绪 所以在英康宁插手这件事之后 他就不过问了 他相信 英康宁肯定会把这事处理的恰到好处 好 我知道了 莫小鱼笑笑说道 莫小鱼送走了蒋玉燃 又回到了房间里等着 十几分钟之后啊 门突然就被推开了 白鹿大摇大摆的走了进来 莫小鱼诧异的看着他 你 你怎么进来的啊 我进了我刚刚锁门来啊 这 这点事都办不到还能干什么啊 我先换衣服 对了 姚敬寒搞到了吗 白鹿说着提着包去了里面的卧室 弄到了还多了一份呢 莫小鱼无所谓的说道 多了一份 白鹿问道 啊 我自己要了两份 刚刚我一个朋友又送来一份 白鹿愣了一下 没说别的 进屋换了衣服 出来的时候啊 把莫小鱼给惊住了 这还是第一次见白鹿穿这么妩媚呢 一身白色礼服 让莫小鱼想起了一句话 清本家人奈何为贼 当然了 白鹿不是贼 可是这样一个妩媚的女人 居然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 谁能信呢 恐怕也只有倒在她腔下的人才明白吧 怎么了 你是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女人 还是觉得我又是一个可以征服的目标啊 白鹿笑笑问道 啊 你是说你吗 对啊 那还能说谁 哎 我就是看着艳艳口水罢了 其他的我真不敢想 我怕死在你身上 对我来说啊 你就是一只美丽的蝎子 谁知道你哪会儿不高兴就给我一下子呀 莫小鱼讽刺道 哼 你知道就行 所以不要对我有什么企图 否则你会死得很难看 哎哎 不是我对你有企图啊 一直都是你在对我有企图好吗 莫小鱼说道 美的你啊 走吧 跨着自己的小包说道 好 哎 对了 你的邀请函呢 哪个是你朋友给你的 白鹿走过来拿起了桌子上的邀请函问道 那 这一张 莫小鱼拿起蒋月然送来的邀请函 递给了白鹿 这也没什么区别嘛 白鹿翻来覆去看了几遍 然后跨着莫小鱼的胳膊走了出去 还别说啊 无论白鹿是不是心如毒蝎 但是呢 好歹是美女啊 被这样的美女夸着的滋味还真是不错 至少回头绿还是可以的 莫小鱼没有注意到 当他们再次出电梯到了拍卖会场时 白鹿手里拿着的那张蒋月然送来的邀请函 不见了 白鹿一脸微笑地看着莫小鱼 将两张邀请函递给了检查人员 通过了严格的安检 莫小鱼不禁小声地问道 哎 那人 要请函啊 用不着 我刚刚有点热 就当扇子扇了 可是像我这样的人 怎么能在这么高级的场合 做那样的动作呢 所以进门前就扔了 白鹿无所谓地说道 扔了 莫小鱼一愣 看向白鹿 但是发现这丫头 丝毫没有任何的异样 虽然说不出什么来 可是依然有点疑虑 但是当他再次抬头时 已经没有疑虑的时间了 因为此时他看到了陈婉莹 也来了 而且身着晚礼服 跨着一个男人的胳膊 是他的哥哥 可是陈婉莹也看到了莫小鱼 瞬间脸色就拉了下来 不由得在心里暗骂 莫小鱼无耻啊 昨天还在对自己信誓旦旦地表白 可是今天就钓上了其他的妞了 啊 那个女人是谁啊 英康宁也看到了莫小鱼 问身边的蒋玉然道 我不知道啊 没见过 蒋玉然也是一愣说道 完了 我看到陈家豪兄妹了 看来今天晚上这一出是躲鱼啊 本以为这是个好机会 让陈婉莹看看莫小鱼的风采 这下好了 热闹了 英康宁说道 哎呀 英总 那怎么办 怎么补救啊 江玉然问道 这小子真是不省心啊 算了 走一步看一步吧 英康宁道 本以为啊 虽然遇上了 可是呢 这是公共场合 这陈婉莹也不会做出什么举动来吧 但所有人都想错了 莫小鱼也错了 他还是不了解陈婉莹啊 正想向前走向座位时 没想到陈婉莹跨着陈家豪的胳膊追了上来 莫小鱼先生吗 莫小鱼停住了脚步 脸色尴尬 白鹿也看到了莫小鱼脸色的不自然 回头一看 瞬间就明白了 也认出了这个女人是谁 在自己来香港之后啊 自己的人把莫小鱼在香港的诡计 整理了一份材料交给了他 其中呢 就有一份莫小鱼和这个女人一起吃饭的照片 哈哈 陈律师啊 这么巧啊 莫小鱼不得不转过身 看向陈婉莹和陈家豪 是啊 真巧 这位是谁啊 莫先生不打算介绍一下吗 陈婉莹问道 对他来说 他是一个是非对错一目了然的人 绝容不得半点瑕疵 所以在看到莫小鱼被另外一个女人挽着的时候 心里啊 是有醋意的 对这种醋意一点都不加掩饰 这位是 莫小鱼此时的脑子虽然转动的速度已然到了极限 可是还是想不出 怎么介绍白鹿啊